为什么会有演员零片酬出演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就是县礼或慈善性演出 比如1991年为华东水在筹备善款而拍摄的豪门夜宴 200多位明星分文部曲 仅拍摄了4天就获得了2000多万的票房并全部捐出 第二个答案就是演员对于自身的演技 以及导演的能力非常信任 零片酬出演但是要分票房的盈利部分 比如关乎导演的除字细字痞子 黄渤 刘夜 张汉宇三位影帝分文部曲 让投资的大部分都放在拍摄制作的过程中 作品质量自然有了保证 当年1100万的投资换来了2.73亿的票房 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这种零片酬分账的模式在美国已经流行了很久 汤姆汉克斯在1994年拍摄《阿甘正传》就是零片酬出演 随后票房大卖 他拿到了4000多万美元的分红 震惊了整个好莱坞 当然零片酬也有翻车的时候 当年李连杰零片酬出演《狼犬丹尼》 但是这部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导演 吕克贝松编剧 摩根·弗里曼演男二的打过 却血亏了2000多万 李连杰的好莱坞之路差点就此终结